汉先帝被曹操携制,为了除掉曹操,秘密发出了一代赵,号召朝廷忠义之势,起兵反对曹操,本来以董承为首,已经聚集了六个人,完全可以动手了,可是马腾说,必须等他聚集了十个人再下手就好了,董承说,忠义之势,不可多得,马腾运是推荐了刘备。 刘备是汉室宗亲,而且来到朝廷之后,被封为左将军,在军中帝位重高,也曾经担任玉州刺史,雪州牧的重要职务,尤其是大家认为,在雪田打围的时候,刘备的表现,说明他和曹操是不对路的,竟然是敌人的敌人,那就是我们的朋友,可是,几个人都瞎了眼,看错了刘备,此时的刘备早就历经了无数政治风波,看透了人心的善恶,时魔时后该扮演是魔角色队,自己的友谊,刘备料如知, 时长,朱立特的新英手,当雪田打围的时候,关羽想冲上去杀掉曹操,被刘备阻止,关羽说,此时不除,以后就没有机会了,刘备说不行,因为可能投鼠忌器,刘备的意思,曹操是老鼠,汉宪帝是器物,可是,如果关羽冲上去,就算是行动失败,汉宪帝会受影响吗?根本不会,但是关羽的行动并非是汉宪帝的指示,而就算是汉宪帝的直接指示,又应该照这个,不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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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汉宪帝的物证,汉宪帝倒霉了吗?没有,曹操还是得好好把汉宪帝攻住,当然日子会难过一点,不过本来就已经是傀儡了,也就不会再坏到哪里去了,刘备真正担心的是影响到自己,刘备做事,并非是像口中所说的,时刻以皇帝以汉宪作为第一考虑对象,而时时刻以自己的利益作为目标,杀掉曹操,对刘备有好处吗?根本没有好处,刘备无法掌控曹操手下那一批子党, 如果曹操不死,那自己就更死无葬身之地了,于是,当袁术戒败徐州的时候,刘备主动邀请出兵徐州,于是在徐州杀掉曹操委派的测试车州,自己搞独立去了,把汉宪帝的一代赵,完全忘掉了脑后,再后来,刘备离开袁绍之后来到汝南,和汝南的黄金军流平联手,在曹操和袁绍关渡对视的时候进攻许多,结果曹操放下袁绍回军攻打刘备,刘备再马上慷慨激扬的,念了汉宪帝的一代赵, 表示自己风招讨贼,可随即就被曹操打败,流落到荆州,衣服流掉去了,而西凉菜手马腾在许,都只是一个光杆司令,兵马都在西凉呢,既然大汉黄叔刘备都开溜了,自己还带暂时飞之地干嘛呢,于是马腾也拍拍屁股走了,剩下董城等几个没什么新业的家伙,还傻傻等猪流掉的两位打回许多,可不久之后就都被曹操收拾掉了,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,请订阅我的频道, 方能接收最新影片资讯